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之前我有做過一部短影片 簡單講一些張玉成逃兵事件 而本集要詳細聊一下 關於這次張玉成差點成為逃兵的細節 與相關法規問題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還沒看過我先前的系列影片 趕快點擊右上角觀看 這次在觀看著你 也要記得幫我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接下來的經典賽各國介紹喔 雖然呢 昨天張玉成在經過幾天的輿輪風波之後 已經改口宣布要打經典賽 然而這次的事件 卻已經讓他留下不好的名聲 而這次的逃兵事件 相關規定又該是怎樣呢 子豐將透過所有的規定來解釋給大家聽 那要聊到整件事情的始末 我們就先得回到2019年 那當時呢 張玉成因為雅錦賽而申請了補充役的資格 但是同時 國家體育競技代表隊服務補充役法 第六條也清楚明文規定 核定之日期五年內 你應該接受體育署的列館 並且列館期間內 你應該照著體育署的指示 參加集訓或比賽 因此從2019年底 張玉成的申請開始到2024年底為止 這之間他都是屬於列館球員 因此你只要被徵召就是必須要參賽 不得拒絕 如果你拒絕 就必須遵照剛剛我提到的 國家體育經濟代表隊服補充役法 第七條規定 在拒絕徵召後 我會先給你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 那時效一過 或是你陳述不被裁信 就是取消你的補充役資格 應該立即錄營服役 當然很多網友都有分享到 他其實有很多解套方法嘛 像是他可以用有一名未滿12歲的子女 而且配偶懷孕滿6個月以上 所以可以申請12天加一補充兵役 作為解套方法 又或者是說你在兵單收到之前 找到願意給他研發替代役的單位 那你申請成功之後 進入基礎訓練期 立即使用你有一名未滿12歲的子女 而且配偶懷孕6個月以上 申請提前入伍的解套 但是比起解套 更多人在爭論的地方在於說 丙總、林月平是否也要把它擺進名單之內 事實上我覺得這根本不需要等到35人名單 乃至30人名單公佈 其實光去年11月16日 丙總就曾經說過 預計要把張鈺成擺進50人名單內 那接著50人名單在經典賽組訓團隊擬定之後 是要提交給體育組乘客後 方才提交給主辦單位進行審核 這時候審核是要去確認說 50人名單上面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代表該國參賽 如果不符合資格的就需要替換掉 而即將在1月6號逆交的35人名單 是必須要從50人名單中選出的 那也就是說 這時候詢問張鈺成的意願 再來決定是否擺入35人名單 都不會影響他其實已經被列入50人名單 並且需要接受參照的事實 那當然 丙總其實有權力真實都不把張鈺成擺入35人名單之內 看起來好像是當時替張鈺成解套的做法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 首先 張鈺成在35人名單是否確定有他之前 就先玩具參賽 接著丙總不把他擺入名單的理由是因為他玩具參賽 但是按照前面介紹的法規 張鈺成是沒有資格玩具的 因此你在程序上就是不構成合法且充分的理由 就不該被採納 那接著很多人提到 丙總如果不把他擺進35人名單內 就不需要徵召張鈺成了 但這個程序上有問題啊 你說要程序 我就要提一下 近年很夯的程序正義 但在行政程序法第111條 就有規定說如果沒有按照法規相關管轄協定進行的話 你這個行政處分就在程序視為無效 當然經過暴行體育署選定出來的國手名單 自然應該歸屬於行政處分 另外順帶一提 很多人可能會誤解說行政處分是不是字面上 要認定為處分才是屬於行政處分 但其實不是 只要透過行政命令下決定的事情 都統稱為行政處分 因此 如果在程序上 應該是先由丙總來決定要不要擺進申訴的名單 如果用擺進去名單中 張玉成才能做出決定是否拒絕參賽的動作 當然拒絕參賽就是違反列管的規定 但是回到我剛剛講到的程序 只要你反過來 就可以視為這是程序錯誤 其實就可以以行政處分等等的方式 來要求說這個程序上的決定 是否該為無效 改由強制擺進名單徵召 當然硬要拗說 兵總是基於人情 先禮貌先尋回意願 再來決定是否擺進名單 但這就回到我前面一個提到的問題 教練有權力決定不擺進名單中 但你不擺進名單的理由 如果只是單單因為張玉成婉拒 那你一開始就不具備這樣合法且充分的理由 怎麼會符合程序呢 隨著近年在法律上程序正義意識 在台灣越來越被注重的情況下 如果這時候眾人極度關注時 你做了一個不合程序正義的行為 試想只要有願意將這次訴諸裁決 其實只會讓組織團隊更顯難堪 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 在張玉成騎虎南下的情況下 這次組訓主負責的宗旨 他的大家長、蔡其昌會長 也更加肯定知情行政程序法 進而不能讓自己深陷領餘 最後才會在昨天做出不得不 但也是目前最好的解套方法 就是由會長出面協商 然後有張玉成宣布參賽 最後再把責任推軌 不招台灣法規的美國經濟公司 ACES 但是啊張玉成 你是忘了 當時你跟ACES簽約的時候 只請該經濟公司協助處理美國部分的事務 你在去年3月的時候有宣布 台灣的經濟事務交給你當時自創的品牌公司 YC公司 並且由你老婆擔任台灣事務的相關經濟人 也就是說 美國經濟公司只負責跟你建議 該不該打經典賽 並沒有要替你思考台灣兵役的問題 你怎麼這時候把問題推給他們呢 最後 說這麼多張玉成不遵守列管規定 乃至程序上的問題 其中棒球迷最生氣的癥結點 追根究底就是大家想要看到這次經典賽 就算可能表現不如其他隊 但是你至少不是一開始做的就是敷衍了事 甚至是見大規則 也就是說 這樣一場國際賽事 你明明有辦法強制 徵召到現今唯一大聯盟層級的球員 可是你卻選擇 禮貌性詢問球員的意見 老實說我是真的很想問 主訓團隊 你們真的是禮貌性詢問嗎 還是打從一開始就搞不清楚狀況呢 畢竟 就連連家政不在名單內的理由 你們都可以把他鼓勵養傷 說成是去開刀 這次懷疑你們在狀況外 應該也是很合理的吧 拜託 主訓團隊 有過上一屆經典賽 中華隊勤收不確實而前車之健在 這次至少 態度和積極度上 拿出基本的樣子 讓球迷們滿意吧 這次風波過後 張玉成又該在經典賽 繳出怎樣的成績 想再次獲得大家的支持和掌聲 而這整個過程中 公關公司和主訓團隊各種狀況外的處理態度 這次一次又一次的讓棒球迷失望吧 關於張玉成這次的逃兵風波 不知道有沒有透過這一部影片 讓大家更加了解整個程序法規相關問題了呢 那未來我也會繼續推出棒球相關的資訊和球員故事 因此趕快訂閱我的頻道才不會錯過囉 我是指風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